到游覽車意外釀33人死亡 18號晚間9點舉行頭期法會 蝶蓮華創辦人周比倉也抵達 現場康信司機的兒子 一度難忍情緒想上前追打 康信駕駛兒子在現場嗆聲 被其他家屬拉著 才沒有爆發衝突 而周比倉則是面無表情 一路低著頭沒有多說話 全場都讓殯葬業人員左右護著 周老闆公司有在家屬道歉嗎 有 明天的追打會也會到嗎 對 周比倉一進到林堂 就先和往生者上香鞠躬 但完全沒有和任何家屬多做表示 只是自顧自的低頭送金 法會9點開始預計11點結束 但10點左右周比倉就提前離開 而他的兒子周紀紅同樣也到了現場 但他竟然是在惡病外並排停車 還在車上玩手機發呆 一見到媒體油門一踩就加速離開 翻車事故帶走33條人命 後續究責還沒個定案 如今頭期法會這一晚 家屬只希望意外過世的親人能夠安詳 記者 陳子芬 李宇錦 SNG小組 台北報導